詞人 yhteyo 陳下輝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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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案件 大家知道 不只是法律的問題 因為最大核心的問題是 到底這些勞工、生病 不管社會 是癌症或者不是癌症 到底跟哪些公司使用的 他們都叫清潔劑 不過事後來看 可能有28種或32種的有機溶劑 各種有機溶劑 或者甚至其他的物質 到底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因果關係 因果關係雖然是法律的 但事實上都會跟公共衛生有關的 有行病學、獨立學 還有環境工程等等的科學是有關的 我所觀察到的 RCA公司所提出來的 不管是法學的論據 或者是科學的論據 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色 就是他們事實上 從來就不會正面的面對 我們原告這邊所提出來的科學證據 而去說這個是錯的 而是轉移焦點 把它轉移到一個無關痛癢 與本案無關的一個事項上面 然後混淆試聽 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些科學專家證人 可以 以及法學專家證人 他們可以說自己並沒有說謊 但是他的說法 把整個焦點把它轉移掉了 一審裡面我們的科學專家證人 非常非常艱難的 把他們的學術的論據 非常嚴謹的呈現給法院 然後最後 終於讓法院聽懂 他們是什麼意思 但是很不幸運 就是說在一審也許是媒體沒有 就是大部分的媒體報導 雖然內文沒這麼說 但是標題都下了一個說 RCA的判決是表示說 未來的這樣的訴訟 無需嚴格科學證明 這個是錯誤的 事實上 大家如果去看一審判決書 原審法官的意思是 他理解 在這種情況之下 窮盡最嚴謹的科學的研究 你能夠得到的證明 就是到這裡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為了法律的正義 一個法官就必須要做判斷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成熟的 對於科學的理解 這個理解 我們也非常有耐心的透過了 算起來將近要十年的功夫 然後很多各界的 各個領域的 學界同仁的支持 這一些研究 陸陸續續在國際發表 可是這一些研究 因為專業知識的隔閡 其實並沒有辦法 被這個社會大眾 也沒有辦法被這個勞工所瞭解 經過十幾年後 我們終於有機會 經過跨平台的合作 由律師 工會學者 在法庭上 把這些監設的專業的語言 轉化成平易近人的 法庭上的陳述 讓員工知道 我為什麼會生病 讓社會知道 台灣職業的環境 是多麼的險局 我們非常感謝 台南工會學院的 前輩的研究以外 我們也感謝 現在在台南工會學院 任職的老師們 他們願意花自己 研究之餘的時間 投入這個案件 協助律師 解讀這些文件 二審 說實在話 這些勞工 真的像面臨八國聯軍一樣 從美國來的專家學者 從日本出具的報告 法國出具的報告 我們怎麼樣去檢證 這些報告的事實 真的有需要 極大的資源做於後盾 兩個禮拜前 我們剛開過 第九十一次的 顧問團會議 在一次又一次的 顧問團會議裡面 我們有學術顧問 我們有律師 我們有中華民國工作傷害 受害人協會的工作人員 以及這些受害者的代表 等於我們在這裡面 開的這九十幾次的 顧問團會議 我覺得是一個 歷史上非常重大的事情 因為我們透過這種 互相的交流 在這裡面 科學家講的話 不可以只是他的同行聽得懂 他必須要講到 至少我們的律師聽得懂 才有可能 律師可以呈現給法官聽得懂 在這裡面 受害者 他們並不是躺著 就等律師幫他們爭取正義 而是積極的 要去從事非常多艱難的行政 以及資料的蒐集 整理這些工作 所以這是一個結合了各方面面上千人的一個 非常大的大型長久的一個字頁 那在這裡面 社會科學的學者主要是扮演翻譯的角色 我們從不只是英文翻中文 中文翻英文 那還有包括法律的語言 以及科學專業的語言之間的轉譯 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在做法院給我們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他要求我們什麼 我們必須把所有的員工 他的一些疾病史 身為原告必須要取正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做了一個大型的一個問卷調查 我們動用上百名的律師的人力 我們也動用上百名的志工 廖宜醫師那時候我記得是台下公衛所的 楊長根公衛所的學生 他也來義務幫忙 那之後成為一個職業醫學的住院醫師 投身於職業醫學 所以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在這個案件裡面傳遞的價值是什麼 傳遞的價值是我們應該去守護這一塊土地 我們應該去守護我們這一塊 辛苦在這塊土地上面工作的勞工 只有透過這樣子的平台合作跟互相理解 才有辦法接近 我不會說這樣的判決是正義 因為實在的確是花了相當長的時間 但是有機會讓這樣的判決結果 接近勞工希望的正義 也希望讓這樣的一個事件 在未來的台灣的勞工作業的環境裡面 不再發生 那以我自己來說 我從大概七年前還是實習醫師的時候 開始就開始關心這個案件 而進而成為RC的志工 在這個過程中 我看到了這些勞工逐漸的凋零 而這樣的衝擊 讓我體認到職業衛生的重要性 而進而成為職業衛生的醫師 在此我僅代表所有參與過RC案訴訟案的志工們 向這些勞工智商最深的敬意 在RC案任職的男性 他們可能會因為曝露在混合有機容器的人故 而造成他們的小孩因為先天性缺陷而死亡的風險增加 另一方面 懷孕時期認職在RC案的母親們 他們有可能會因為曝露這些有機容器的關係 導致他們的小孩得到先得到兒童癌症的風險增加 其中又以白血病為大宗 這些實證研究其實是證實了RC案工作 對於勞工健康有深遠的影響 也是促使我們努力去替這些勞工們 爭取補償與賠償 總共來說 RCA案其實是台灣職業衛生非常重要的指標 我們要如何保障弱勢勞工的權益 並且預防類似事件再次的發生 我想這是整個台灣社會都必須重視的議題 我們這些勞工在這個議題上 其實對人類的貢獻就是用它身上不同的病症 來告訴我們這些有機容器 特別是TCE它的危害比我們想像的還大 那TCE這個化學物質在二十幾年前 它的致癌性大概就被確定 可是國際上的化學公司 國際上的利益團體 讓這樣的決定遲疑了至少二十年 在美國大概就遲疑了二十年 才讓美國環保署把這樣子的很清楚的致癌物 歸類為一級的致癌物 所以我希望法官在想這個的時候 要有一個動態的想法 就是說這裡有很多的利益在這邊 來阻擾真相的發生 那一個例子 在布許總統的時候大概要去評估一個化學物質 大概每年就評估兩種 歐巴馬的時候評估九種 所以你看那個速度就會把很多的真相能夠起來 那這個Trump之後他大概又就會迟疑了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動態來看到說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的過程 我們這些工人其實是受害的 同樣的 RCA案子這十年來的 我認為是遲來的爭議